關於我們一般像Google、Facebook 現在都有兩階段驗證 但是最近Google把這個部分在簡化 你兩階段驗證 請問你用什麼方式驗證 有兩種方法 本來一種是什麼 它會傳一個簡訊號碼給你 第二種方式有一個APP 也就是說萬一你上課是在地下室 或你上課的地方可能通訊比較差 那這個時候用簡訊 有的像以前用亞太的 它的簡訊就會比較慢 但是現在我就知道 就是萬一覺得你這樣太麻煩 我要等那個電話的簡訊來 你可以裝一個APP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那個號碼 但是這樣還是有點麻煩 所以現在更簡單 你只要點是或不是就好了 也就是如果你的網路有通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在這裡 現在它把兩階段再做一個簡化 所以如果你在這邊 我把它放大一點 現在你的第二階段 除了原有的那兩種以外 你可以用這種的叫做提示的 基本上用安全金鑰的人比較少 因為畢竟還有一個那個 還有一個這個晶片卡 所以比較少人這樣用 大部分就是用我們剛剛那兩種 但是現在還有這一種 也就是說你今天如果收到Google的訊息 你在陌生的裝置上 電腦啦 行動裝置登錄的時候 它會跳一個訊息出來 這個是你嗎 然後你看是就OK了 就只要點一下而已 就很單純 也不用再打那幾個號碼 然後再去對說對不對 這個是現在呢 新的那個Google的兩階段驗證 所以你可以進到Google的那個帳號那邊設定 你去看一下你的兩階段驗證 如果你想要用這個方式的話也可以 這樣就會比較簡單